我今天這個造型有那種姿優生的感覺吧 可是就是太乖就怕就不會太像那個婊子啊 有啊 我就有一些男生的走狗啊 找他們去幫我排擠那些我看不順眼的 影片開始前記得幫我們按讚跟訂閱 看完以後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分享喔 我相信很多人在學生時期甚至到出社會 都有遇過蠻多那種有心機的女生 然後甚至會發生一些排擠的那種惡劣行為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問問看 女孩們遇過哪些心機婊 這一篇大概才發一個多禮拜 整個回覆超熱烈 到底有多少婊子呢 高中時遇到超多 在老師面前很乖 會幫老師用東西 但私下罵老師 在一般同學面前裝善良裝貼心 但私下搜集別人的八卦到處造謠 不只這些他還把一些同學作弊的事情 反向變成是我作弊 讓大家不理我 當有人要理我時還用臨時賄賂他們 讓他們不理我 等一下 幾歲了 誰會被臨時誘惑啊 好歹來一點那個吧 聚會沒有男生不會出現 這算心機表嗎 可是男生的話聚會沒有女生 對啊男生也不會出現 這只是比較肉欲而已應該 就是他就是想要有異性 他沒有惡意啦 虛偽就像菜瓜布一樣 雙面的那種 一面是海綿 一面是綠色的 就是一邊看起來是海綿 無海那蠻可愛的這樣子有沒有 結果另外一邊是綠色的 新的詞 你這個菜瓜布 男友說之前問閨蜜怎麼追我 閨蜜直接說我有對象 但根本沒有啊 是什麼母胎單身21年就在等任林 是想佔我桃花 這算表嗎 但是還好他男友沒有聽信的閨蜜的話 他還有繼續去追求 等一下我覺得下面留言很夠分 他說 你都跟這男生在一起了 還記仇到現在 不覺得自己更表嗎 太過分了吧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露奶 拍奶照 比基尼屁股耳爛照啊 你知道跟你這種人出去很累嗎 不露奶你會死嗎 你沒內涵了嗎 可能真的只剩那兩坨肉 能看了呢 不是嫉妒 是根本沒必要用兩坨肉 來讓自己成為焦點 謝謝 好下面的留言 你就是在嫉妒 超見 就是留言超埋目的 然後他有回喔 他說 不是喔 謝謝 我也有滴 只是不愛露 有滴啦 人家有滴 不會有人說 抱歉 我看不出這跟錶有什麼關係 頂多愛憲而已 不過跟你何關 你不愛露 不代表人家不能露啊 你嫉妒無誤 這樣 但我覺得露跟錶的確 不能畫等號 有些人就是喜歡展現自己 在我眼前 把喜歡的男生整盤搬走 還跟我說對不起 你腳張開的時候 為什麼不跟媽媽說對不起 然後留言說 你媽當初腳張開給你爸時 應該也沒跟你阿嬤說對不起吧 而且他喜歡也不代表他得得到啊 我覺得這不夠成立表 以前是不是很常發生那種 我先說喜歡了 所以你就不能跟我搶 是我先喜歡他的耶 可能就會反目成仇 但明明就是要對方喜歡誰比較重要 你喜歡桃志遠嗎 如果你不反擊的話 他就會得寸進尺 團體照永遠修到自己沒 其他人變形怪他都沒在關 我想說之前有那個網路上照片 就是有故意 老婆把自己修得超少 然後老公那個臉都有點很誇張那樣子 這個不表 他就是修圖技術不好 上面妝模作樣 其實下面千瘡白孔 超好擦 原來千瘡白孔是這樣用的 在男生面前妝很軟弱 之下超大媽的行為 好像不至於到想罵他 但就是一個可能有些人看了會不爽的行為 就比如說他平常那個 開那個寶特瓶就這樣子 然後朋友卡不開 我幫你開我幫你開 然後在男生面前說 可以幫我開一下嗎 我打不開 大概是這樣 就算在男生面前就是 突然力氣變很小 這樣算表嗎 這樣也不算表吧 這就是進攻的手段不是嗎 男生也會在女生面前變很紳士 但私底下講話就很適色 好像是這樣 除非他已經有男友 然後又要到處跟別的男生裝軟弱 那才會構成有點表 明明自己有男友 還一直跟別人男友聊色 偷跟別人男友出去有肢體接觸 後來別人男友不想理他 還自己發動態說 真的很抱歉 讓有女友的男生愛上自己 而抱 他就想要證明 他沒有被不理啊 我才沒有被不理勒 我沒有搶輸那種感覺 可是如果人家真的有理他他在炫耀 可是人家不理他他還在炫耀 是不是有些女生會有點就是覺得 就明明是他有點在出招 然後讓男生喜歡上他 可是他就是想透過這種方式來 證明自己很有價值 就是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人追 但其實就是他有在一些不當的放招 好啊 大家都不要理我 我們是通常是中招的那一個 我們是中招的 太容易中招了啦 就是你們害的害女生變婊子 男生會以為是自己在放線啊 誰知道自己中招 以為自己好像這次有機會這樣子 同事做錯事不去跟當事人賠罪 還去跟其他同事廣傳他自己被欺負 超表 這就是職場上的 這是一些比較尷尬的事情 可是學生也很愛這樣裝可憐 比如說跟誰有個過節 你覺得很尷尬 然後你就先去跟你的朋友們 講一番對你有力的說詞 排擠人的第一步 不就是自己要先當受害者嗎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就是受害者 怎麼是那個人在欺負我 所以我們要一起欺負他 我們不要理他 我這邊有那個巧克力跟餅乾 又要用食物 明明有男友 貼文回覆還一直勾搭別人的耳王妹 私訊跟其他男生聊天 狂抱怨男友 自以為正能量 還發了自己哭的照片討拍 我要吐了 就是發那種就是 發這樣子然後這樣 然後就流淚這樣 然後還要打說什麼 堅強的人什麼什麼什麼那種嗎 本來是朋友 但他喜歡的學長 自己一直來找我聊天示好 他就開始私底下 到處說我勾引學長 找身邊的朋友 搞小圈圈講壞話 都高中了 腦袋還沒發育好 你喜歡你就要自己去得到他 我會不會控制那個人 要跟誰講話 假如說就是 你跟你的好朋友 都喜歡上同一個人 你知道是你的好朋友 先喜歡上 但是那個學長喜歡你 主動來跟你講 然後你會想要逼嗎 我覺得要看那個學長 我到底多喜歡那個學長 如果我真的超級世界無敵喜歡 我會好好跟我閨蜜溝溝 如果要非要他不可的話 我就會以閨蜜為主 就會覺得不要讓他有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過了一天還是不知道自己要罵什麼 想想最表的還是自己 我有沒遇過什麼婊子 怎麼想都想不到 好像是我耶這樣子嗎 無關星座 朋友前腳安慰你 後腳告訴其他共同朋友說 我不想跟他們當朋友 扭曲事實 還被共同朋友截圖發現告訴我 當場撕破臉 我想知道當場撕破臉是什麼狀況 一直到那個噴上的臉 直接跟你當場撕破臉 而且他一開始開頭還講無關星座 很理性耶 我們都沒有 他也沒講到星座 對沒有講到星座啊 分組的時候 私底下把我找出去 用言語恐嚇我 叫我滾出這個組 說組員有投票 希望我離開 事後根本沒有投票這些事 然後他被爆出心機很重 他在哭著打給其他組員說 人家不是故意的 他直接超兇 這好恐怖喔 這個心情真的會很差 這有什麼好解釋不是故意的 這就是故意的啊 大家都是同學 有話好好說就好了 看完好想當婊子 可是好像好難 只好等下輩子了 對啊 婊子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 那麼以實氣壯 沒有一點那個羞恥心 就這樣做那些事 還有一個冒號 我不是要勾引男生啦 只是他們都很愛約我出去 還有找我聊心事而已 明明就是玩3P的當事人之一 卻把另一位女生的 打泡過程醜胎告訴別人 這好過分喔 所以他們的3P就是 兩牛一男 得正 天啊 而且是醜胎耶 就感覺可能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忍不住去講這樣子 到底發生什麼事好想知道 可以告訴我嗎 很想拼八怪 綠茶每次跟男友吵架 就來找我講他男友的壞話 轉頭綠茶就跟他男友 一起講我愛搬弄是非 是有精神分裂嗎 祝福綠茶被劈腿一聲 就是那種 很多情侶吵架 會找朋友來那個訴苦啊 然後有些朋友就跟著罵說 對啊他這樣真的不好不好 結果隔天他們和好以後 就變成 你在講他男友壞話的感覺 像他說這個 還會跟男友一起 說他搬弄是非之類的 可是男友就有看那個對話 然後就只會覺得說 你這個朋友竟然沒有幫我說話 一起罵我 很多這種耶 所以後來如果朋友吵架 我都盡量就是中立一點 對啦他這樣也不太好啦 但是 你這樣的話也可以怎樣啊 就是一個很中立的說法 不要很激進的跟著罵這樣子 裝清純 實際上碎變周圍很多同事同學 還繼續裝 而且會故意靠別人的男友耳朵旁邊 要叫他輸入東西 喔喔喔喔 那個喔喔喔 靠近別人的男友耳朵旁邊 然後要叫他輸入東西 這很辦公室劇情耶 碎變周圍的 怎麼會被傳出來啊 是男生都有分享嗎 男同事有些人聊聊說 欸其實我睡過那個 我也睡過 我也睡過 表哥表弟是會討論的啊 抹黑我 還把他寫成一本小本子 笑死 死亡筆記本啊 怎麼要寫著小本子啊 跟一群永遠都在男生稱兄到底 等一下這個 博文也有點不好 應該是永遠都跟一群男生在稱兄到底 出去玩還到處跟男生肢體接觸 甚至跨在有女朋友的男生肩膀上 拍團體照 然後被政公看到 詢問的時候還一直說 這很正常 朋友之間都會這樣 再好是朋友之間都會這樣 我覺得男的也太不避嫌了 因為那個動作 你也是要男生去主動把他扛起來 才扛得起來 兩個都有問題啊 這個完全不能接受耶 閨蜜會到處跟喜歡我的男生交好 資約之外也開團社群組排擠我 好扯喔 上次還叫閨蜜 所以閨蜜那個到底是什麼心態啊 就是一直要跟喜歡你的男生交好 這也是有點見不得別人好吧 有男友的還跟其他男生說 心情不好想出來約喝酒 然後三不五時在那邊說 發燒頭痛 是發燒吧 等一下這個 我覺得不表耶怎麼辦 有男友為什麼不能跟其他男生出來喝酒 我覺得不行 幫我剪掉 單約當然是怪怪的可能有一群 就是還好 就有男有女的那種感覺 說身上沒錢吃飯 拿到錢之後跑去醫美 最後死不還錢 住他整個地方都爛光光 借錢去醫美的 這就是個爛人而已啊 沒錢硬要整形的故事 扮無辜類型 覺得自己很委屈的樣子 原本事情是對方的責任 卻言成是我們的錯 怎麼搞的現在好像有問題人是我啊 電視劇看得多 但是當轉場呈現時 真的束手無策 這角色太強了 就是你平常在電視劇裡面 看到很多那些精湛的演出 你會覺得 女主角怎麼會默默的 就這樣承受什麼什麼 但你自己真的遇到的時候 就會發現 我真的跳到黃河都洗不清的感覺 表面跟你很好 取得你的信任之後 再把事情全說給你討厭的人聽 之後一起嘲笑 事後再裝無辜 就是一個反叛君的角色 就是他取得你的信任那個過程 就是他在做間諜 然後他回去說給你討厭的人 其實他跟你討厭的人 原本就是同一陣線的 這就是間諜而已 這不是錶子 感覺綠茶錶 或是會排擠人家的大鏡頭 是不是都頗有姿色才可以這樣 如果只是一般的女生的話 會不會就是沒有人要屌他 我原本會覺得 好像常常都是漂亮女生 很容易帶頭起來做一些事 但我現在突然想一下 好像也有一些就是 嘴臉長得很討厭的那種 也是帶得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心醜才會看起來很醜 但我覺得漂亮女生 也蠻有大機率可以帶得動人群 因為可能大家會比較 相信他說的話 是比較信服他的一些命令這樣子 尤其在學生時期吧 就感覺可能 國中高中啊 很容易大家會往漂亮的那邊靠攏 或是顏值高的會有一群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 就是可能求學路上 看有些人 他從小生活的環境就是 養成他這個個性 他其實不知道 他自己被丟到人群中 他是個個不入的 可是他因為這樣就是可能交不到朋友 然後就被大家排擠之類的 也沒有人會去告訴他說 你應該怎麼做 或是你哪裡這樣不好 就通常都是直接排擠 因為有些人他的個性 其實有時候是 可能比較白目一點 或者是反應跟別人會不一樣 可是他剛好約到一群朋友 大家就知道他就是這樣 我就是可以接受他這樣 或是大家是可以尊重他這樣的 那他就交到一群剛很合的好朋友 所以有些人是剛好他 比如說他那一班 沒有人可以接受他 然後就會變成被排擠 我覺得學生時候更多的都是 大家都不喜歡他 那我也比較喜歡他 或是沒有人要跟他好 我去跟他好 會不會 換我會被討厭 那這種時候通常該有怎麼辦 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我也不喜歡他 不至於到排擠他 但是你也不喜歡 就是你沒有辦法到跟他變成好朋友 但是你也不想要看大家一直這樣欺負他 那我是有試過可能 比如說哪一次真的發生一個 是他有被接受到他有點被排擠的事 我可能有試圖就是私訊安慰他之類的 就是默默鼓勵就是讓他知道說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啦什麼什麼的 看有沒有其他解決辦法之類的 其實還是要靠自己啦 就是他之後要自己 想辦法找到適合他的群體 最近即將要在8月7號上映的電影 哈囉少女 描寫出很多女生在學生時期 會發生的心機表行為 光是看預告就已經很有共鳴囉 8月7號 一起去影院一看究竟 樹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故事喔 希望你不是最心機的那一個